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5号 星期三 兔子登婴 听过兔子登婴 郭台铭现在反击习近平 我们之前说习近平向郭台铭施压 希望郭台铭退选 郭台铭现在不退选 最新消息 11月14号 我们现在刚过12点 其实就今天的消息 郭台铭联署通过了 那么郭台铭正式成为了 台湾总统的候选人之一 那么网传说 福士康打算要干什么 要实施 5天8小时工作日 说这不是应该正常吗 说这不行 因为因为这么搞的话 工人挣的钱就太少了 说福士康方面 现在一直没有正式确认 但是昆山成都深圳等地的工厂 已经开始实施这项新政策 有工人表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所在的部门 已经大幅削减了加班时间 员工只能拿到 2360元人民币的底薪了 有些人认为 5天8小时 可以减轻工人的压力 说这不是好事吗 对不对 8小时工作日剩下的时间 让工人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享受生活 然而许多工人 因为减少加班 导致薪资大幅下降 难以应对生活成本 说有福士康工作的网友 在网上就发视频 算了一笔账 说如果真的实行 5天8小时工作日的话 那么工人每月 只能拿到2360元人民币的底薪 扣除住宿 参费 公积金等开支 实际可支配收入 就只剩了1400块钱 说福士康工人的薪水 由底薪加班费 精贴三部分构成 如果要在大城市 维持基本生活 月收入至少需要达到4000元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工人需要每月加班 约90个小时 实施5天8小时工作日 意味着工资就大幅消减 所以成都福士康的一部影片中 表示 当然有人说 这个是造谣 这是假的 说福士康本月的加班管控时间 已经公布 上线为68小时 并在影片中说到 说不信言 不传言 不造谣 为5天8小时工作日 辟谣 这样来讲 你要常认人家 人家你看福特通融 还有克莱斯洛 他们一块闹完之后 人家就是工作 实现还挣那么多钱 对不对 就能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你说福特 通融 克莱斯洛 斗不过中国车企 也是应该的 活该倒闭 是不是 没办法看一下 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里面就说 现在传言说什么 说5天8小时传言 就是兔子登鹰 是郭台铭 诚心释放的信号 就干什么 就是反击习近平 也不是说 真的要这么实现 只不过 近期 现在不是对福士康 进行大规模的税务 及土地击查行动 然后福士康 现在就传 就说你要是对我狠 我就开始搞 5天8小时工作制 这样子的话 这也是一种的策略 一种谈判策略 目的是在强调 福士康对中国经济的 这种重要性 据说郭台铭 这样做的 就是企图 让员工不满 引起社会的这种 广泛的关注 希望在与中国政府的 谈判中达成一种 一种优势 确保福士康的 这种诉求得到满足 同时向全国全社会 强调福士康在中国 提供的就业和经济上的 这种重要性 就这么个意思 兔子登婴 当然有小伙伴说 你看我之前 我说 我说这习近平的施压 那么后面很有可能 就是说 服务的柯文哲 让侯有余和郭台铭 来辅助的柯文哲 有人说 你看习近平 下了重手之后 不行 说明习近平台湾 说了不算 我觉得你说的是很对的 但是这个不是 无比正确的废话吗 对不对 习近平在台湾 要说了算的话 他武统台湾干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我不跟你说了 习近平就是一定要武统台湾 为什么 就是因为习近平在台湾 说了不算 所以才要武统台湾了 如果说了算 还需要武统了 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如果习近平说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的话 还武统 还打什么就不打了 不需要武统了 对不对 当然在香港不也是吗 19年我就说香港 这个郑伯科娜宜安 一定要收回香港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在香港 收的不算 导致香港 就是说水泼不进 挣扎不进 对不对 我说习近平就是受够了 就直接 直接把香港 就是说收回 国安职业在那派的 国安委 国安办 派国安的办事处 直接把大陆就派国安过去 现在香港 习近平说了算了吧 现在都服了吧 这次李家超竞选 香港总督没有其他候选员 只有他一个人 这是习近平说了算了吧 对不对 就一个候选员 你们服不服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问题也就在这了 他问题在这 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收了算 现在很明显 收了不算 对吧 习近平其实已经意思很明确了 希望侯友宜 郭台铭的实相一点 让路出来 但是你看现在 好说 都不好说 对不对 所以 那什么 就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在台湾 说了不算 那需要干什么 怎么能说要算呢 那武统呗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一直都跟你说 从去年我就说 武统不可避免 没办法 不武统的不行 知道吧 都不听话 知道吧 武统完了之后 解放军一进去 就听话了 就听话了 郭台铭也听话了 剩下那帮人就都听话了 不听话也不行了 你知道吧 那枪架脑门上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看这样子的 我还是那个观点和看法 就武统不可避免 甭管今年选了谁 有的人总是 总是就是台湾的一帮人 总在那忽悠老百姓 说什么 只要不是这个绿营 只要是这个白的 或者是蓝的 甭管谁当选了 这个中共就不共同了 那放屁那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肯定的武统 明白吧 就是你现在 就算绿的没上来 你现在你白的 你蓝的 你听话吗 郭台铭你听话吗 你现在你听习近平的话 我心情说了算吗 你们给面子吗 那不无统你们等谁 你现在就看这情况 就郭台铭当选了 能不无统吗 就郭台铭现在听话吗 你看郭台铭 不在这儿降吗 兔子玩命还要登鹰 对不对 你想那 他老鹰什么心情的 对不对 你能懂这意思吗 对不对 他那心情能好吗 对不对 所以他心情肯定好不了 你看郭台铭都不听话 对不对 剩下你一个一个的 都逐于正极了 对不对 那不无统等什么 所以我告诉你你放心好了 就算赖清德选不上 甭管是柯文哲 是侯友宜 是郭台铭 甭管谁选上了 明年也一定必须抵梧桐 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儿 你看着 好不好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